那个网友问那个小叶女争怎么样啊 小叶女争呢是一个萌发力极强的一个植物 而且在北方地区特别好养 这个小盆们就是一个小叶女争 这小小的一棵小苗啊 特别好养啊 它的萌发力极强能不能剪 往往是说是很多人说是长得很乱 能不能剪 刚才我们也跟其他植物一样来说过了 往往在剪它的时候 你可以强剪它 就是那个平行枝交叉枝重叠枝 那些枝条都可以给它剪掉啊 这都没有问题 而且它如果你像这棵树 如果它长得这些地方长太高了 它的牙头使劲往上长 你可以把这个牙芯这个地方掐掉 它就不往上长了啊 这就是往侧面再发枝了啊 但是那个小枝条养的丰富也特别有意思 所以你那个小叶女争没有问题 你要剪的话可以强剪它 任何时候你觉得它长乱 你可以强剪它啊 春天呢往往小叶女生会发出了很多新的牙点 那有的不要的地方 你像不需要的地方 你把牙点就给它拿 手给它抹掉 那么留下的这牙点 你要养出这些枝条就让它放养一段时间 让它木枝化以后再剪它呢 这个枝条就不会回缩的太多 这样枝条留下来以后呢 会满数的小枝条 这也会变得 使小叶女争的造型更加的丰富 好看 小叶女争呢 尤其是咱们北方地区 它耐寒 耐贫瘠 耐汗啊 所以呢 你就在 养护它的时候 你不需要动太多的脑子 只要给它不缺水的就行了 实际上 小叶女争本身是比较喜欢水 但是它可是耐汗 也能耐汗啊 冬天下雪 也无所谓啊 夏天热一点 太阳直射 也无所谓 但是你就要适当地考虑到盆土的多少 盆土太少 你在大太阳里要晒 就把它晒直接就晒干 晒汤了啊 这就不行啊 这个小叶女争啊 又号称叫死不了 就是它很难被折腾死 所以你山上彩妆也行 牵插也行 都可以晒活 那牵插的方法 都是跟所有的植物的牵插方法都差不多啊 选去一些一个一年生 两年两年生的那些枝条 剪下来 到沙床里进去牵插 都晒活率非常之高啊 现插现活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小叶女的山庄也很多 你挖一点回来啊 像山庄你踩挖下来 你就对它进行养皮养装 这都头一年你埋到那个自己的土地里啊 不要先上盆啊 都可以养活 就是大俩的盆里面多栽几颗 也都可以养活啊 这都没有问题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小叶女的山就是一个非常好养 也一得的一个盆景的素材 的